她是中国女族最不可思议的球员,从镇区的临时办房,奇迹般地走向世界赛场,可成功的背后,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与付出。 她就是中国女族新生代领军人物张林燕。 2001年1月,张林燕出生在四川江游的一个普通家庭,父亲张首武是名厨师,为了养家,只能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。 小小的张林燕自然就成了一名留守儿童,然而2008年的汶川地震却间接改变了她的命运。 逃过劫难的张林燕和奶奶一起住进了临时搭建的板房,可没想到就在那里,张林燕第一次接触到了她这辈子最爱的足球。 地震过后,将有一宗希望组建一只女族去参加省运会比赛,以此来帮助孩子们精神重建。 教练挑选队员时,让大家进行立定跳远和三十米跑两项测试。 八岁只有一米三的张林燕,一下就跳了两米多,三十米跑成绩也远超同龄人,见此精进。 教练文荣兴奋不已,这不就是天生踢球的料吗? 就这样,张林燕开始了她的足球之路。 在球队里,张林燕是年龄最小的,也是个头最矮的,但她却是最有灵性的那个。 于是,十一岁的她,就成了广州恒大黄马足校,首批学员,也是四川省唯一免费入读的女生。 来到足校后,她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,每次教练布置的任务,她都认真完成。 其他学员休息时,她还给自己加练,出色的天赋加上踏实刻苦的训练,使得她在足校四十二名女学员中,被公认为是踢得最好的。 也是从那时起,她立志要成为中国女俗国家队的一员,在她宿舍的桌子上,写满了鼓励自己的话语和目标。 仅仅一年后,张林燕就跳级入选了女俗国少队,到了国少队,她变得更加疯狂。 每回训练完,她都会拉着别人问,自己哪里做得不好,哪里还需要提高,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被她问烦了。 但成功的背后,往往就是要这种超乎常人的勤奋与付出。 于是2018年,年仅17岁的张林燕,一年便完成了三级跳,入选国家队并完成首效。 张林燕的努力得到了回报,也帮助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 可在她心中,还有个更远大的理想。 那就是她在12岁那年,当着全国观众的面,放出的好眼。 她要超越孙文,带领中国女俗夺得世界冠军。 虽然很多人会嘲笑她吹牛吹过头了,然而,当我们看到她近乎疯狂地努力,看到她的自立与坚定后, 谁又能否认这个远大理想,不会是未来的现实呢? 破茧重叠的张林燕,在亚洲奔赏大放异彩,战日本迎韩国,奇迹般地帮助中国女俗重回亚洲之巅。